詞曲 李宗盛 弟兄姊妹,你喜歡照鏡子嗎? 每天早上我們出門的時候 我們需要這支鏡子來整理我們外在的衣容 好讓我們朝氣蓬勃,服裝整齊的出門 可是我們內在的靈魂也一樣需要整理 什麼東西可以顯示我們內在靈魂真實的樣貌呢? 聖經中的詩篇就好像我們靈魂的一面鏡子一樣 它讓我們看清自己 又或者有的時候我們落在一個內心苦情 沒有人能夠真正體會明白的時刻 詩篇裡面的話會成為我們合適的語言 讓我們向上帝來訴說,把盼望放在他的身上 藉著被理解,我們的心會敞開 藉著發現自己的問題 表達我們的情感,來向神誠實認罪 神的話會給我們盼望 教導我們接下來當行的路 這是一段讓聖靈來形塑我們生命的奇妙旅程 你預備好了嗎? 詩篇三十二篇一到十一節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 凡心裡沒有詭詐,耶和華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 我閉口不認罪的時候,因終日哀哼而骨頭枯乾 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我的精液耗盡,如同夏天的乾旱 我向你承明我的罪,不隱瞞我的惡 我說,我要向耶和華承認我的過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惡 為此,凡虔誠人都當趁你可尋找的時候祷告你 大水泛逸的時候,必不能到他那裡 你是我藏身之處,你必保佑我脫離苦難 以得救的樂歌四面環繞我 我要教導你,指示你當行的路 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勸戒你 你不可向那無知的羅馬,必用絕環配頭勒住他 不然就不能循福 惡人必多受苦楚 唯獨依靠耶和華的,必有慈愛四面環繞他 你們藝人應當靠耶和華歡喜快樂 你們心裡正直的人都當歡呼 弟兄姐妹,承認自己犯錯到底跟福氣有什麼關係啊? 怎麼可能我承認自己做錯了卻是有福的呢? 你知道在我童年記憶當中 我小時候最常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如何跟我的父母疊對疊 我要千方百計的遮掩我自己的過錯 比如說我要把不及格的考卷藏起來啊 我要跟同學串通好,一起隱瞞我真正的行蹤 因為我要去的地方是我父母禁止我去的 或者是我趁父母不注意的時候 偷拿他們藏起來的零錢 好來買我自己想要的東西 弟兄姐妹千萬不要學我啊 也許有一些人到了成年以後 你可能為了生意,為了業績,為了保住你的工作 你們仍然要隱瞞你自己所犯的錯誤 你可能要說一些言不由衷的華麗言語 結果這些謊言這些過犯就壓得自己喘不過氣 其實你的內心非常的渴望承認 可是你卻不敢 因為你擔心承認之後產生的後果是你不能承擔的 就好像詩篇當中今天第三第四節所講的 你可以跟我一起念嗎 我閉口不認罪的時候 因終日哀哼而骨頭枯乾 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我的今夜耗盡如同夏天的乾旱 利兄姊妹詩人細膩的描繪了這個未認罪之前所承受的煎熬 你知道除了哀嚎以外 我們未認罪的人身心靈都在經歷極大的煎熬 骨頭枯乾啊,毫無生氣啊 因為上帝的手重壓在他身上 這顯示一個不肯認罪的人身心靈所承受的痛苦 利兄姊妹,背負罪孽是一件非常不舒服的事情 甚至比承認犯錯之後的結果還要更難承擔 我都記得當我是用不正當的手段 得到我想要的事情或是結果 你知道那個獲得的喜悅一點都不踏實 因為我還要承受良心的譴責 更糟糕的是那一份滿足感一下子就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深深的懼怕 聖經約翰耶穌告訴我們 因為懼怕當中含著刑罰 其實那個因著懼怕所帶來的距離感 是我們最大的懲罰 這份懼怕將我們與我們所愛的人 與光明的事物來隔絕開了 所以詩人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第一節和第二節你可以跟著我一起來念嗎 請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 凡心裡沒有詭詐,耶和華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 基督的福音不是我們逃避責任的藉口 它是我們生命真實的降服 認罪悔改就是為自己的生命負起責任 更是邀請基督用祂的智慧來教導我們 如何用神喜悅的方式來得到我們想要的福分 赦免其過更是一份禮物 因為罪的重量,一旦我們也要認罪了 這些重量就消失了 我們每個人都知道靠著自己背負罪孽是很辛苦的 當神用祂的保險遮蓋我們 我們就不算為有罪 這是我們生命當中一份極大的恩典 我們常常稱詩篇為智慧文學 智慧其實不只是分辨對錯而已喔 智慧是一個有主同在的生命 有福這兩個字就是一個活在主同在裡的人 生命的寫照 弟兄姊妹詩人在教導我們 當我們願意徹底的跟上帝認罪 會帶來雙重的祝福 其一是我們的罪必要得著赦免於遮蓋 脫離這些勞苦重擔 其二是我們的生命會歸回主的名下 不再與神隔絕 因為主稱呼我們為義人 就表示我們與神又恢復了關係 我們華人最熟悉的一句話就是 有關係就沒關係 沒關係就有關係 就好像詩篇第一篇告訴我們 那喜愛耶和華律法的人 好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 按時後結果子 葉子總不枯乾 他所做的一切盡都順利 我們可以知道 有福就是一個活在主的教導 引導當中的生命 不是我們不會再犯錯了 而是因為神應許 祂要永遠與那些誠實認罪 並俯伏在祂腳下的人永遠同在 詩人督促我們這些虔誠人 趕快做出選擇 趁著上帝可尋找 趁著你蒙悅娜的時候 尋求上帝的保護還有拯救 因為我們的神是我們的長生之處 到了第八節 我覺得詩人好像在告訴我們 我們千萬不要像那個 無知的羅馬一樣不肯受教 必須用腳環勒住舌頭 才能順服 弟兄姊妹 上帝所應許的福 既然是真實的 那我們就要曉得 祂所應許的管教 懲罰跟沉淪的結局 也是真的 到第十節 上帝詩人告訴我們 那不肯受教的二人結局 就是要多受苦楚 可是詩篇當中更顯示出 一個鮮明的對比 就是一個依靠神的一人 能常常享受在上帝的慈愛跟保護之下 還能夠靠主大大的喜樂 所以讓我們一起來過一個 向主歡呼的生命吧 你是否 心中仍然有未像上帝承認的罪 在偷竊你裡面的喜樂呢 讓我們今天靠著聖靈 一起來做出正確的選擇 這時候就讓我們一起來低頭禱告 愛我們的主 謝謝你教導我 那因認罪而帶出的好處 更謝謝你賜給我信心 讓我的生命扎根在你得救的應許 你是可靠的神 你是偉大的神 願你的慈愛吸引我 見察我 我願意無條件的 讓你來清理我的心 讓我更深的降伏於你的慈愛與信實 我們這樣禱告是奉靠 耶穌基督寶貴榮耀的聖名求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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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